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豆三岁 今天温尼泊下雪了 这么马上加拿大又开始一年一度的报税了 今天来银行做一个LSP的账户 LSP是加拿大退休储蓄计划 是加拿大人作为未来规划的一个账户 里面可以投资 可以往里面存钱养老金 它主要作用是可以延税 可不是避税 因为在加拿大税收比较重 像工资税的话 工资高的话一般都能到达30% 40% 因为加拿大的工资是按税机来交税的 所以说有很多人把高税接的那部分钱 存到了这个LSP账户里面 等到退休之后把这个钱取出来 那时候经过通货膨胀啊这些原因 那时候的税应该比现在便宜一点 所以说有很多人就是把这个账户开了 我们今天主要开的这个账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以后买房 像新移民第一次买房的话 从这里面把钱提出来的时候 那个税是不需要的 你们可不要小看这个税 因为钱多了 所以自然就往上涨了 还有一个终身学习计划 就是把这个账户的前提出来 你自己学习或者配偶学习 用作学习费用的话 也是不需要交税的 所以说有很多人开这个账户的目的 就是一个延税 一个避税 里面还有更多的投资项目 说我们LSP 咱就具体说一下 那个每年加拿大报税的情况吧 每年加拿大报税时间是2月到4月 其实说白了 这个报税就是为了缩小贫富差距 就是你工资低 报税报的少 可是退税退的多 你工资高的话 报税报的多 可是退税退的少 所以说整个贫富差距就会缩短 有很多人问我 那我今年挣了多少钱 他知道吗 不管你是干兼职 干全职 干了几份兼职 每个公司都会给你开一个报税表的 里面包含了你的工资收入 交了多少岁 干了多少个小时 都是非常清楚的 还有像交的学费 也可以退税 各种支出和收入都是要报税的 新移民来过来的话 第一年会退的挺多的 能退到几千加币了 所以说加拿大人最有钱的时候 就是2月到4月 很多人就是靠这个报税退税来生活 毫不夸张的说 毫不夸张的说 2月到4月加拿大人把那个退税钱拿下来就各种 那退税了 那退税到底怎么退呢 一般是刚来的时候会找那种专门的退税人帮自己退税 按个人或者按家庭来收费 温尼伯的话也就几十刀 要是你懂会计啥的 你可以自己上网买个软件 也有免费的软件 可以自己去试一下去报税的 不过自己报税的话 要清楚你家的各种情况 有可能漏报会推的少点吧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吧